中华礼仪 不得不谈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饭桌文化 酒桌文化 俗称饭局 当然 中国人吃饭 喝酒 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吃饭 为了喝酒而喝酒 其中可大有学问了 例如 向羽帅四十万大军平定关中后 请刘邦喝酒 其实就是玩鸿门宴 看刘邦有无野心 曹操请刘备供饮青梅酒 纵含古尖金雄 以观察刘备之王气 所以说在中国 喝酒还真是太有意思了 其中之曝光剑影 估计只有在场之人才能感受到 1863年12月 江淮大地白雪飘飘 多么美妙的风景 若是在今天 估计许多人都会出户外去赏雪 享受着美好时光 面对此美景 时任 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是相当高兴 不过 他不是因为能够赏雪而高兴 毕竟他不是那么高雅之人 那么 李鸿章为何啥高兴呢 原来那王告永宽 康王汪安君 宁王周文家 李王武贵文 天江张大周 汪有为 范启发 光怀武等八位苏州 丑将献成来将 李鸿章拿下了江苏首府 可谓是人风喜事样 为此 李鸿章巡抚决定好好招待这八大将 为他们准备了一场盛宴 可惜 八大将刚入座 下一秒却人头落地 陆下则被射成刺猬 一起来看看 1861年9月 曾国权集资营攻破安庆 陈玉成被迫远走完北 天经洗面再也没有一支 可以抗衡清军之武装力量 不过 李鸿章兵团并未投入安庆宝贝战 而是趁着湘军与陈玉成 在西线血战之际 全力经历苏南 攻下苏州 杭州 长州等大城市 建立了苏南根据地 苏杭自古繁华之地 又是清政府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 如 今陷入太平天国之首 此起可谓是坐卧不安 为此 他决定让曾国藩兄弟俩立刻东征 决战李秀成 收处失地 但是 曾氏兄弟只想拿下金灵 夺取剿灭太平天国第一功 自然不愿意前往 此时 屡次抛弃曾国藩于危难之际 善于察言观色的李鸿将主动请战 自愿回家乡招募兵勇 去解救上海 苏州 1862年初 李鸿章携带成学习 刘宁传 潘定新 张树生 郭松林等将领 以及怀军兵勇六千余人 乘坐欧洲兵船 从长江去上海 在欧美列强洋枪队的配合下 李鸿章怀军 连战连结 先是击败上海郊外太平 而后直接扫荡苏南 1863年下 李鸿章先后拿下太仓 昆山 江阴 吴西 而后 兵分三路直扑太平军在苏南的大本营苏州 其中 汉将成学起北陆军为前锋 门值苏州告急 李鸿章匆忙从天津战场返回苏南 组织太平军与怀军展开多次激战 不过 太平军各路将领此时各自为战 互不救援 李鸿章在与怀军决战的关键时刻 屯兵苏州附近的皇子龙所部三万人马 无视李鸿章求援 不发援兵 是使李鸿章惨败 怀军虽然屡次击败太军 但若想拿下坚固的苏州城也绝非易事 即使拿下 怀军也要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 配合怀军作战的长盛军头领戈登 发现苏州守将中有人想要投降清朝 于是 决定采取招服方式 并将之告知李鸿章 而李鸿章自然也就答应 对于告永宽等八大将叛变之举动 李鸿章自然知道 但也是无力阻止 因为这八大将人马太多 不好下手 为此 李鸿章在彻底苏州时 曾告诫穆王谭少光要注意他们 以防不测 谭少光是老广西 革命信念坚定 为人也光明磊落 对于八大王试图叛变之举动 谭少光缺少防备 因为他还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 让这八人悬崖勒马 改邪归正 李鸿成彻 离苏州后 告永宽等八大将领 则加紧与怀军进行投降谈判 而他们的谈判对手 则使元太平军将将成学起 此时是李鸿章手下第一猛将 可谓是一丘之和 常盛军首领 英国人戈登 则为八大将领投降后做担保人 承诺保证他们人生安全 并为之讨要官职 告永宽等八人得到戈登承诺后 心中可谓是十分高兴 于是 采取了行动 12月4日 八人来到慕王府开会 听取谭少光部署呈防工作 期间 告永宽等主张投降清朝 想拉谭少光下水 但却被慕王一顿痛骂 双方由此而争吵 此时 康王汪安军趁机拿出匕首 捅向谭少光 而后八人一同上去 割下谭少光首级 并将其先给李鸿章 八大将杀死谭少光后 献上了苏州城 李鸿章十分高兴 为此 他决定为告永宽等人接封 准备了一桌好菜 当然 李鸿章并未说是来吃饭 而是说 朝廷准备给你们封赏 让你们当大官 为皇上效力 告永宽等八人接到通知后 便高高兴兴地去了李鸿章大营 连亲兵都不带 结果相当惨 这八人准备穿上官袍时 下一秒却人头落地了 为之陪葬的 还有已经放下武器的 几万太平军将士 李鸿章被信系一杀将了 可以说 这是一顿相当残忍的饭局 各位说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